她不是您儿子的女朋友 就这样好看吗 太暴露了 我不喜欢 我绝对不喜欢 我今天带田田去让她知道 这是我儿媳妇 未来儿媳妇 你是在示威的 示威的 我是要让她知道 她和我这个儿媳妇 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你不可能的 你就是那第三者 我跟你说 我第三者 阿姨请您注意您的用词 我跟你说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家的田田 和我儿子 早就成为儿媳妇了 就是因为给山峰点火 阿姨 您说得太过分了 首先我跟她在一起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 她交了两个女朋友 无论什么原因 我如果知道的话 我是不可能跟她在一起的 而且过后她也说了 她不喜欢田田 是您给您嫁给他的 她是为了尊敬您才这样 您能不能尊敬一下您儿子呢 我挺尊重我儿子的 那您如果尊重您儿子的话 请您放过他 但是你尊重我的话 你现在我请你离开我儿子 你看这么实力 这整天在外面 现在见光识广的 这么厉害 像你这么厉害的 我根本接受不了 美臣不要忘记了刚才 开门之前说的话 阿姨我想说 如果说您现在上来 对我有一点点的尊重的话 我现在又不会是这个语性 对您说的话 你刚才也说了长辈吗 但是我 我起码说我注意我的言行 我没有过期的词语 可是阿姨 您也听到了 她都是用什么样的语言 来抨击我 确认一下阿姨 你到底是讨厌她的职业 还是讨厌她这个人 她这个人 她这个职业 我都讨厌 像车磨这种职业 抛头露面的 有时整个也不回家的 站到那儿 这个人看呀 那个人说呀 今天多少钱呀 实际上是指着车 多少钱是指着人多少钱 你在那边干什么 勾到谁知道啊 本人做一个素质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阿姨这样啊 这样啊 这不是主要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 哪个行业里面 都有坏蛋 对不对 这个我先不说 我觉得得先弄清楚 这事 这两个女孩 到底谁是正牌女友